首长早餐汇报 现在会议开始 三个月一次的中台湾三县市首长早餐汇报 今天是来到彰化举办了100年度最后一次的会谈 台中市长胡志强因为必须出席议会总质询 所以改由副市长蔡炳坤代表参加 针对区域发展的方向 还有跟地方沟通协调问题 还有像中央争取地方的建设 其各项的招商公司的机会 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的平台 每一次的首长会议提出 希望台中市的规划 不要说台中市都做好了 这应该就行了 所以我们很期待说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汇报 来共助进整个中央地区的发展 在彰化县长卓伯源的主持下 会中仍是再度针对中台湾三线市 目前最重视的台中捷运等交通 以及农业问题进行讨论 那我们这边是积极的来研究 如何延续到彰化这个地方 以及它设在的位置 然后也更多的人会拉起 这个農民主中心 这个未来对彰化 给彰化的市场进入高铁 进入台中市 都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地方 非常重要的一个回调系 所以我们中台湾来办理了 每人来固定一个中台湾 或是用中章口或是中台湾 农业估计固兰卓伯源 我们把农业弄中合 上线市的农业数来求化 13个农业局 先去组成一个小组 先去棉杂 按时间点地点办理方式 那也许有了一个具体方案之后 可以在下一次 下一次的汇报里面提出来 大家讨论 可能会更快的可以实行 张化县长卓伯源也趁这次会谈 除了大力推荐龙年灯会在鹿港之外 也热情邀请南投台中现实政府 届时也能够共襄盛举 那我们这次突破传统 我们把整个鹿港都规划我们的灯区 包括鹿港的街道 包括鹿港的古迹 包括鹿港的寺廟 甚至连张兵工业区 都有它的张兵灯区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空间 一方面能够带动人场 一方面也能够输解人场 那让我们这次鹿港灯会 成为一个成功的灯会 中台湾三线市 每三个月一次的首长早餐汇报 已经举办了五年 三线市的首长与地方政府 成功透过了这互相合作的平台 要以团结的力量 替大台中居民争取更多建设与福利 这也就用宣张华县采访报导